一個多兩個月前我拍了一條影片 就是在淘寶買了一些300B回來 開箱 然後就簡單地說一下 我覺得這隻手工好 這隻手工沒那麼好 其實我都是拍來自騙的 怎知道也有不少朋友有反應 inbox問我師傅你哪裡買膽 哪一隻膽好 我以為現在玩膽都比較少 想不到有些朋友問一下問題 我都很開心 我都很喜歡談的 所以我就不如拍一條影片 講一下我買膽的小經驗和小心得 以下講的經驗其實很簡單 但背後是用了差不多六位數的學費來換回來 希望幫到大家 其實總括來說 買古董膽就要在香港買 親身買 買新的膽就可以在淘寶買 那為什麼呢 古董膽我是指四五六十年代的歐美的膽 因為第一經過這麼多日子 第二可能經過很多手 已經有了 那當中難免都有一些瑕疵 瑕疵的意思是 無論它可能玻璃沒有那麼漂亮也好 有些污漬也好 有隻腳斷了也好 電木枣有點崩了也好 甚至那些粉刺掉也好 一定有這樣的東西 那你就要看到 拿上手看到實物 你看看接不接受 你接受就可以買了 但是我說的是這個外表 這個外表 第二 香港的膽的店舖 通常都提供一個叫測值 在你面前 用一部測膽機 如果你要買一對的 它都 測試給你看 它們的數值 什麼不適合 講開數值這件事 其實我不確定知道 它的意思在哪裏 賣膽的話 如果那支膽的數值高 譬如300B 300B它的數值有時 最高我見過80個MA 低的可能是40多 80MA高數值那些 通常就是動態是會闊一點 大一點 如果是低數值 就會比較甜一點 這個是他們的理論 但是我的確我試了 就是我自己是比較喜歡 低數值的膽 就是我不一定是要求高數值 就是買一對膽 我只要求match就可以了 所以如果你要精準的測膽 和精準的matching 好像在香港就會容易做一些 尤其我光顧開那間 我光顧開那間 可以再找我再講 即使外表和數值都已經沒有問題 那支膽都可能開聲的時候會有問題 即是我也試過不少 譬如支膽插上去之後 可能它通電的時候偶爾有些 noise 或者我開機的時候 支膽一通電就可能會噗一聲等等 那在香港買呢 通常那些膽店都負責的 就是你可以拿回去退或者換 淘寶就很難退的 不是它不肯 而是你在香港寄不回那支膽回去 很多速遞都不收的 所以這個也是一個原因 為什麼要在香港買膽 就是外表、測值和售後 即是如果那支膽 古董膽 這麼貴 然後買回來有問題 是可以退還的 好了 那為什麼新膽是可以在淘寶買呢 因為新膽的風險低一些 還有現在淘寶 基本上大家都要欠一個服務 你就算叫它測值 即不是在你面前 但是你就算叫它測值 它是會幫你的 甚至是它測值的時候拍照 即是我光顧這麼多間 有幾間 一、兩間是願意這樣做的 還有淘寶上面其實的新膽 那些選擇 甚至是比香港更加多 因為其實現在很多膽 都是譬如是俄羅斯 還有是大陸做的 那大陸那些款式比香港還齊 所以如果你要找 專門要找一些新的膽 其實在淘寶上面 是可能比你在香港更方便 那我以上說的那些小心得 其實是廢話來的 我以下說的東西 是可以一句抹掉的 就是買膽 其實是靠運氣 是講緣分 為什麼這樣說呢 因為我試過 買一些舊的 貴光的300B 三對 match的 但是不同數值的 兩對七十幾 一對六十幾 三對 三對插進去的機器 都不同聲 就是同一個牌子 同一個時期的膽 但是三對插進去的聲音 都不同的 賣膽給我 我每個人都聽到 因為那天是坐在那裡 大家一起聽 我自己當然是選最好聲的那一對 最喜歡的那一對 其實這個就是講緣分 講耳緣 不是立法會那些 是耳朵的緣分 所以到最後 可能買膽 可能都要靠運氣 還有靠一些經驗 經驗的意思就是 原來你知道一些膽 哪些結構可能會比較好聲 哪些瓶是容易好聲 或者哪些瓶 哪些瓶 哪些玻璃是比較 你喜歡的方向 譬如清的玻璃 還是噴了碳的玻璃等等 講經驗之後 就都是要講運氣 那所以呢如果 就是你有一些 小的買膽的問題想問我 是歡迎是Facebook Inbox 或者甚至是Whatsapp我的 那我現在開了Whatsapp 是聊些音響的 topic 那個電話是91913844 91913844 你Facebook Inbox我 我有時看不及了 但如果我在手機 Whatsapp看到 我可以馬上彈條連結過來給你 那你可以Inbox我 另外呢 講膽就是 講極都講不完 我下集有個故事 就分享給大家聽 就是我有個朋友 是懂得跟膽聊天的 他拿著這支膽 跟膽聊完一輪 他是知道那支膽 好不好聲 而是真的 背後是有理論支持的 那我下集先講 就是這樣 拜拜